第四点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单位副连长之前去受训 范知安被继承处 结果完全没有 是就升上位了 升上位后还请我们残医 用资料把他的承处用掉 然后掉过来时还一直性骚扰 我真的很想让他两性直接下课 这个部分 我先讲一下有关资安承处的部分 因为这个人受了相关的资安 你要看他最后的承处种类是什么 你可不可以让他 因为资安承处是申戒一次到寄过一次 那你说今天学校犯了资安 他核定他申戒两次可不可以 可以啊 核定他寄过一次可不可以 可以啊 对啊 那如果没有寄过 就完全跟他升官没有什么关系 那就算他资安被寄过 也跟升官没有什么关系哦 如果今天这一个人就算他因为资安被寄过了 有可能不会影响他的升官 所以不一定说这个人被陈处就一定不能升官 我们只能说如果他纳入了这个候选民部之后 在场的委员可以考量他的资安 然后呢不不让他晋升 但是也是在场的委员 如果在场的委员经过了很多的讨论之后 觉得这个人就是非常的优秀了 一定要让他升官 可不可以升 当然是可以升的 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所有的晋升调职呢 都是由人品会的委员去做决定的 那如果人品会的委员最后的决议事项 就是要让他暂缺升官 那他就是可以升官 那他就是可以升官 那第二个部分要说的是 如果这一个人被陈处了 然后呢他说 请我们参医用资料 把他的陈处用掉 这就真的有点专业了 如果要把一个人的陈处用掉 可不可以 这个区分成两个层面 要跟大家做分享的 第一个层面就是 这个餐衣到底想不想 把你真正弄掉 那真正弄掉 是件容易的事吗 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因为他必须要有一个注销的人力 那你要用到注销的人力 你要回原来陈处他的这个单位 然后呢 用很多的室友 然后呢 来让这个单位 出具一个注销的人事命令 这很难哦 你要去 陈情申诉说 他当初这个陈处是不公平的 我要翻案 我要请单位下达一个注销命令 你觉得这很简单吗 非常的难 你要怎么证明他当时这个陈处案是有问题的 你要怎么证明 所以要让一个人的这个被陈处的命令注销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那如果这个人事呢 只是想让这个副连长心安一点点 对不对 让他的电子宾吃看起来没有那一个 没有那一个陈处事项 倒是可以利用人事全责 然后呢 key in上线 注销这一个人事资料 电子人事资料 就让你电子宾吃看起来没有那一个陈处案 只有电子宾吃哦 纸本宾吃还是有 所以呢 你如果要让这个副连长很开心 每次开他的电子宾吃都没有看到那一条 可不可以 是有可能做到的 只要一个字号 应用人事全责 是可以把那一个 把它不要显示在电子宾吃里面 但是 电子宾吃每三个月 都会进行合教作业 就是你的纸本宾吃 跟你的电子宾吃到上级单位 去做一个合教的动作 去相互对照 看里面有没有错 那没有错之后呢 你的人事人员还要在每一个相事后面 盖上你的张 所以呢 就算让这个副连长 觉得电子宾吃上面没有这个 我爽啦 也爽不了几个月啦 除非他跟这个人事很好 可能就每一次在实施宾吃教队的时候 都没有发现这一个 都刚做 没有这件事过了 但是我跟大家讲 你这个人 你可以跟他很好 那下一个人事呢 你还可以继续跟他好吗 你不可能一直跟人事很好 那人事如果他到最后要认证负责去核对你的电子宾吃跟纸本宾吃的时候就会发现了 他一样会把当初记录在纸本宾吃上面的字号继续现传你的电子宾吃就有那一笔乘除了 所以这里提到说我们参医用资料把它弄掉 唯一有方法的就是直接发布注销命令 那是完全弄掉 不然呢 其实他这样做 因为他参医 他有人事权限 他要让那一个他随便key一个字号现传 是有可能把那一个那个陈主的那一个那一个相似把它弄掉是没错 但是那不是永远 只要下一个参医不是你的人 他就又key上去了 一样的道理 只是说目前人事单位对于电子宾吃跟纸本宾吃的相互合教作业 没有很用心在执行 有的时候这个人员都常常跟参医反映说 我那个累公换章已经27点了 怎么都还没有相关的这个奖励下来 原来有几个就是电子宾吃跟纸本宾吃有出路 你在电子宾吃去看的时候 我27点了 我有累公换章了 但是你的纸本宾吃账面key了你两支圣戒 那请问他会帮你承报吗 不会啊 因为你的点数只有25点 我为什么要帮你承报累公换章 所以累公换章这种东西 有时候就会那个 因为我们自己对于电子宾吃 我们可以常常在那边查询嘛 但是你的纸本宾吃 你拿不到啊 你如果个人想要看纸本宾吃的话 你可以填据申请表 由吕布参谋长以上长官核定之后 批示之后 你是可以在人事的见证之下 拿出你的纸本宾吃在那边 获取相关的资料 或者是核对你相关资料 这是可以 不过要由吕布参谋长以上长官核定才可以 因为你们的这个资本宾吃都是人事单位在保管 那人事单位没有收到命令之前 他是不他是不可以把这个宾级资料交给其他人 因为那个是机密 他是你的所有的个资都在里面 他不可能交付 唯一可能的就是你真的想要查阅你里面相关资料的时候 你可以填据一个申请表 由吕布参谋长以上长官核定之后 你是可以去查阅你的电子宾吃 跟着查阅你的资本宾吃 而且要在人事官前面 或者是人事事前面去做查阅的动作 很严格 就是不希望我们的个人资料 以及相关的机密资讯流落出去 所以这个是真的 你本人是可以申请的 所以电子宾吃跟资本宾吃 你个人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去查阅电子宾吃 那电子宾吃跟资本宾吃有出入的时候 当然是以资本宾吃为主 为什么因为资本宾吃每三个月 下级单位都要到上级单位去核对 相关的人令字号 你有没有做登载 不管是调职学历的登载 陈储奖励等等都要去核对 所以资本宾吃是最准的 因为他持续有在做更正的动作 那电子宾吃呢 通常都是当事人觉得有电子宾吃 有问题才去跟人事讲 人事才拿了资本宾吃的字号去做补灯的动作 所以资本宾吃才是最准的 所以有一个就像这个上位副连长 就给你看说你看我没有陈储 那也只有电子宾吃上面没有 资本宾吃绝对有 不然他就直接要用注销的方式 但是注销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啊 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注销了 你要提出非常多的市政 然后再说那一次的整个陈储案 评判不公 你才可以注销 这个资案没有什么好评判不公的 绝对就是他犯了资案相关规定 才被陈储的嘛 所以这个没有翻案的空间啦 你说今天我不当管教 我希望记过变成申戒两次 这还有可能 你说这资案 你就是违反资案规定 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要把它注销 你说再发布一个人令注销 我是觉得不可能 我是觉得很不可能啦 所以这个事件呢 我是觉得就区分这两点 跟大家说明 因为每一个人在写这个事件的时候 当然都是由他自己的想法写出来 那对于国军相关的规定 他可能不是很熟悉 所以针对这两个事件 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明 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如何购买年资 这个购买年资 通常都是你资冤役的人员 不管你是资冤役士兵 专业军官班 或者是专业士官班 这些人你才会购买年资 那购买年资就是 你下部队之后 去购买你新训的那一段时间 你要不要把那一段时间 成为你的年资 因为按照我们军事官 以及士兵的不义条例来说 新训单位你还没有认官 没有成为自愿意之前的年资 其实是不算的 因为你还没有核定为自愿意 那什么时候你才核定为自愿意 你从新训 节训的隔一天临时 就是你去分科教育的那一天 你才核定为自愿意 因为你已经通过了我们国军最基础的训练课程 所以那一天你就变自愿意了 那你既然是那一天变自愿意 那你之前的新训八周 你不是自愿意 你只是来受训的人员 所以很多人下部队 人士都会跟你讲说 你要不要购买新训单位的年资 两个月你要不要买 那就看你要不要买 反正一千多块而已 1142 我记得好像是1142还是1442 我忘记多少钱了 那就看你要不要买 大部分的人都会买 因为买的时候 你在退伍的时候 你可以把那两个月的年资 并记到你的年资里面 并记到你的年资 但是它并不能纳入你20年年资里面 有些人听到我这样讲反而糊涂了 什么叫做不能纳入我的20年年资 因为兴训的年资 它是并记年资 也就是说 我今天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这个人当了19年 19年10个月 有一天你突然跟人士讲说 人士 我已经当了19年10个月 我要把我那义务 我要把我兴训那两个月加进去 我今天就要退伍 你给我终身奉 这样有没有终身奉 没有哦 为什么 因为那两个月是并记年资 不是全年资哦 你全年资都是要核定为自愿意 当天起连续服役20年 那些年资才是你的全年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士官 你从义务意生效开始 往后当了20年 瞬间20年 一到马上离开 那你最后的全年资有多少 20年 两个月 为什么 他会把你心训购买的年资 并记到你的全年资